石门区的老梅里有一群老人日拖中心的长辈们 决定要在端午节前包好300颗粽子 送给住在卢州地区的独居老人 马街专校的同学们也一起来到了老人会 并且呢也戴上了手套来做香包给爷爷奶奶们 和长辈们一起动手包肉粽 一起把爱心分享给更需要关怀的人 高龄化社会凸显了老人照顾服务的重要性 政府在各地设置许多老人关怀据点 关注长者的健康与学习 因应端午节的到来 这次老人日拖中心的长者们 要在端午节前夕包好300颗肉粽 送给卢州的独居长者 而马街专校的学生也一起来到老梅里的老人会据点 与长辈们一起包肉粽 并带来手作香包与爷爷奶奶们做爱心交流 所以其实马街护专的孩子 他们每个月都会来这边跟我们的老人家来共同 这算是带肩共学的一种方式 那刚好这次端午节他们又带来了香包 他们想要把他们的爱心 送给我们这边的老人家 让我们老人家接受这个爱心之后 再把它加起来 加上自己的爱心 再把爱心送到卢州那边的老人家手上 看着长辈们熟练的包了粽子 马街学生者一起跟着动手作 也有学生表示 这是第一次包肉粽真的很不容易 而今天带来的香包是吉祥的象征 里面也包着学生满满的爱心 因为这些都是同学们亲手制作 就是想让爷爷奶奶们带着祝福 开心过端午 很好玩 然后老人家们都很可爱 张正们都很可爱 每年的端午节 包个粽子给独居老人 让他们有温暖的感觉 给他关怀 我们在这里也很高兴 能可以为这个独老 贡献这么多的粽子 给他们的爱心 吃着大家都活泼 可爱 健康 对于这次包肉粽 送独老的活动 日拖中心的长辈们 都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能透过自己的双手做爱心 并将这些暖心肉粽 献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让独居老人不再感到孤单 开心迎接端午节 也唤起大家对独居长辈们的关注 记者廖品涵黎又时门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